你 你是觉得你特酷是吗 你是想要碰碰 然后束手无策 然后后天抢月 回来求你是吗 我跟你说你做梦吧 人备选都备好了 就隔壁的 他就想给你熬一个人 给你熬走了 你滚蛋了之后 现在备选立刻走马上任 知不知道 那不正好吗 备选都找着了 留我还干吗 我还在这儿待着干吗 我好了 喂 您中美肯接电话 这 什么叫终于啊 这我不是最近忙吗 我忙 忙到我都没空回家啊 是吗 还以为专门躲我们呢 这要是专门躲着你 那我也不能接您电话是不是 说吧 什么事找我 我最近一朋友病了 这不是想起来了 您看要是手头宽裕 钱能不能先还一下 你这么说话的就没意思了 这讨债的呀 都是什么 家人病了 朋友死了 多不吉利呀 别这么说啊 我还有钱的我肯定还你 我说没钱你这问我要 我也没有 对不对 你不是罗应师的吗 我都准备好了 律师新闻通好 不还钱我就告诉你 就新闻一个 任同你和你带的演员 一个人放出去 老师 我不想起来 你不想起来 不是不是 这你不是赶尽杀绝吗 我没说我不还你钱 我钱肯定会还 我 喂 喂 怎么回事 这是什么号码还车币的 哪儿不过去 我接着电话干什么 不要脸 骂谁呢 您没睡着啊 装死尸呢 你说得对 我也仔细想了一下 不能一遇到困难就离开 我得坚持 你怎么拉路 我就出去这么一会儿 你怎么就会有这么大的觉悟 你快起来 你这么急 你跟我说一下 就我走这么一会儿 你怎么就这么大的变化呢 这心动立场 说 求我 我求你 说 我想当个演员 这么多年 我一直想 但是我这个人呢 脾气比较差 总是心想 事不成 混了这么多年 突然觉得自己有点输不起了 所以这一次 无论如何我都要留下来 朋友看我不是想熬我吗 那我就熬那备血 反正总有一个人会先滚蛋 但是那个人 绝对不是我 就行了 你这个劲头 只要你加油 好运就会降临 你知道吗 好运是有的时候会少一点 还有的时候会多一点 但是好运可以攒啊 你加油你努力啊 对吧 好运总会降临到你的头上的 你知道你这个人 身上最可贵的一点是什么吗 是吧 从没被这个世界温柔善待过 但你还是以德抱怨 温柔善待这个世界 你是在夸我是吗 那你能说得再明白点吗 哎 好运 好运 好运